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雷震一切众生息调伏 这一首颂 清凉大司在诸节里面 跟我们说无差 就是平等 无有差别 成荣佛海 这是一切国土 微尘中 任何 一粒微尘 都是 平等的 容拿 这个 世界海 微尘速的 复杀 等无差别 这个 境界 我们在前面 读过 普贤菩萨在此地 为我们说明 重重 无尽的 一阵 庄严 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 要学习着 是觉悟 是脱开 星亮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要修正我们 对宇宙人生的 看法 想法 向来 我们的想法 看法 错了 没有看到 四十真相 即使是今天 科学相当发达了 能够 观察到 最小的物质 科学家 称之为 粒子 比原子 电子 还要小 最小的物质 在佛法里面呢 称之为 微尘 微尘是 最小的物质 反复肉眼 见不到啊 天人的 天眼 也见不到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阿罗汉 能见到 能见到 微尘 可是 微尘 还可以分 这经上 佛给我们说的 微尘 可以分 做七分 那个七分之一 那当然比微尘更小了 只有微尘的七分之一 叫四居 即位 四居即位 还可以分 再分成七分 那个七分之一 叫极位 之位 极位 之位 就不能分了 所以即位 也叫做 灵虚尘 深微的菩萨 他们能见到 这个是能量 变成了物质 祝福如来 清除 这样小的 一粒微尘 里面 荣幸 荣娜 无量 无边的 祝福 插土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把这个太虚空 统统照在 里面 一点都不漏 比喻 只能比喻到 仿佛 不能比喻到 恰到好处 微尘里面 有世界 微尘里面 世界 还有没有 微尘 有啊 肯定是有的 那个微尘里面 是不是也容纳 无量 无边的 世界呢 当然 当然了 所以 这个世界是 重重 无尽的 这个道理 真的不好 这个道理真的不好 懂 难得 唐朝初年 携手 故事 在皇宫里面 讲经 可能 也是受到 这一桩 事情 大家听到 很茫然 没有办法 体会出 这个境界 清凉过 这个 选手过 是很聪明 清皇帝 做了一个 八九亭 八九亭 是八面 清皇帝 在每一面 放一个 大的镜子 造好了之后 清皇帝 到这个 亭子当中 站一站 看一看 是什么 景象 这个镜子 互相对照 人在当中 一站 那个人 就无量 无边 这次 恍然 大悟 宇宙 真相 如实 所以这个世界 是重叠的 重重 无尽 不是一个平面 我们讲 立体 也没有办法 讲清楚 重重 无尽的 立体 这是 四世真相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这一个 人生 我们的生活环境 是不是 重重 无尽的呢 十点 一点都不错 这是四世真相 这个 这个里面 只有转变 实实在在 讲 没有生命 我们学佛的人 在教理上 稍稍舍入 就明白 这个道理 我们以人 做个比喻 人有没有生死 没有生死 世间人 不了解 四世真相 贪生 怕死 生死 是一个 转变 学生 瘦身 就像换衣服 一样 不同 维持空间 就像什么呢 就像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电视 频道一样 换频道 中国 世俗人讲 投胎 换个身体 投胎 说实在话 没力溜到 离开六道 那就不是投胎了 设计上 应当讲 是转变 没有出六道的众生 这个转变 是业力 那我们的行业 不能不谨慎 行业是 奇心动念 业余造作 众善因 必定得善苦 造不善的因 当然有不善的果报 这个设法界 这个设法界 差别 不同啊 但是就 信实 来讲呢 设法界 毫无差别 你要细心去观察呢 设法界的现象 也没有差别 这很不可思议 凡夫看到 有很大的差别 那叫粗心 大义 你没有把 四十真相 看清楚啊 这个 这一首记的境界 不可思议 普京如来 再其所 一各各都 就有 一尊佛 一切各都 那无量 无边的祝福 世界 在微尘 里面 佛 当然 也在这个 微尘里面 跟随 佛 学习 菩萨 还会 大众 佛 所教化的 九法界众生 都在这 业无一尘 当中啊 那我们这个说法 这一般人听到 这神话了 决定不是四十 一列芝麻 这很小了 我们肉眼看到了 这一列芝麻 这一列芝麻 是多少 微尘 聚集 变成 所以 大臣经里面 常讲啊 戒子 那 虚明 我们 初学佛的人 听到这句话 不能理解 戒菜子 跟芝麻 差不多 大 虚明山 佛讲 我们这个世界 最大的一座山了 所以在重庆 有人讲 虚明山在哪里 喜马拉雅山 就是虚明山 这是地球上 最高的一座山了 这座山 怎么能够把它 装在芥菜子里头 经上说 虚明山 没缩小 芥菜子 没放大 怎么能够 装在里头 所以这个境界 叫不思义 泄脱境界 那在华严经里面 讲法不一样 微臣 比芥菜子 小得多 装什么呢 装 净虚空 变法界 一切诸佛 不是一座 虚明山 无法想象 前面 清阳大师 在苏朝里面 给我们讲过 这是从信上说 信 没有大小 虚空 发界 插土 是自信 微臣 毛孔 也是自信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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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够 相容 互相 能容 互相 所以信 没有大小 没有来去 没有生命 从信上讲 没有问题 从相上讲 我们就很难理解 信如是 相也如是 这个道理太深了 我们只是在大臣经里面 读到 性相不二 性相依如 这些名词 我们读了很多 都能够记得住 也会说 真正的意思 不懂 读思大德 用精于精气 来做比喻 我们能体会到一点少分 一斤做气 气气 借金 这个我们懂 这是比喻 也只能比喻个方夫 没有办法 比喻到恰到好处 所以 根历的人听到 他懂得 忠下根心的人 还是迷惑 还是搞不清楚 可是佛说的是真话 最后一句 佛告诉我们 为真乃至 到你自己亲证 这个境界 你就知道了 佛法 殊胜 佛法 高超 他高在哪里呢 高在 不使教我们 勉强地相信 佛不强白人 到什么时候 你相信 你自己 其如今间 你自己 正得了 你就信了 所以幸福 这一句话 对我们 大众来讲 确确确实实 是迷信的 我们信佛 佛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相信 那当然你是迷信 你是哪个迷信 但是这个不要紧 迷信是 你是刚刚入门 入门之后 慢慢 你就觉悟了 从迷信 到正信 正信是 道理通达了 我这个相信 有理论 做根据 虽然 我们有入这个境界 在理上 讲得通 依照这个道理 依照佛所讲的方法 去学习 渐渐渐 渐渐能够欺辱 入了境界了 真心 佛讲的话 不是讲的 佛讲的话 完全是 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 鲜熟过四 用两面镜子 来对照 这个真地有 自信 互相 融识的 这个现象 在里面 两面镜子 互照 你在镜子 里面看到的时候 那就没有边际 我们人站在当中 看到我们一个人 变成无量无边的人 佛法讲 分身 看到自己 无量无边的身相 你说那什么原因 这两面镜子 本来就是这样的吧 这就是佛常讲的 发而如是 发如是故 自信 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 在夜未尘当中 见到世界 见到佛 见到菩萨 见到海会大众 我们凡思 业障 深重 不但见不到 连觉察 都没有办法 觉察到 那么由此 我们能够 想象得到 发身 菩萨 他们 入了这个境界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身 超越舍法界 我们常讲 震得一阵法界 震得一阵法界 就是往生到 极乐世界去了 往生到 华藏世界去了 往生到 一切如来 射暴徒里面去了 他们 所见到的境界 就是华言经上 这是他们的境界 远海 远海淫音 若雷震 不实见一尊佛 是见无量无边 诸佛如来 华射暴徒 能入 微尘里面的 故土 能见 微尘里面的 如来 我 见佛 当然 供养 离尽 文法 所以 渐行之后 文法修行 才真正 没有间断 才能把 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 转变成 信德 通常讲 把它断尽了 其实 它不是断尽 是转变 转烦恼 为菩提 转生死 为涅槃 它是转变的 不是断掉了 烦恼要断掉了 那菩提也断掉了 也没有了 所以它是 液体的两面 跪在能转 那么 见到 那真是 一切 佛刹 微臣素的 祝佛如来 佛的越海 海是形容 是比喻 广大 广大 没有编辑 等虚空发解 运身 运身 运阴 这是比喻 说法 运海里面 包含着表演 做出样子 这种存感 叫化 中神 回头 主 我 随身信德 不能随身烦恼吸气 这个几天 有同学 告诉我 说在外国 现在有些国家 在立法 立什么法呢 保护 儿童 防止 儿童被 虐待 谁虐待 儿童呢 父母 父母 不可以 骂小孩 不可以 打小孩 这个你要是 骂他 打他 虐待他 是犯法的 儿童如果在家里 帮助父母 这个清洁 环境 或者是洗碗 洗盘子 一定要向父母 要钱 他打工 要给工钱 你说这个法 好不好 这个法一立 冷场 最根本的 父子 关系 没有了 父子的 亲钱 没有了 父子 变成什么呢 老板 跟员工 现在 现在有很多人 为儿童 尊这个 权利 所以今天我就想 我听这个话就想到 做父母的也要到 法庭里面 叫 真做父母的权利 所以 所以 许许多多 年轻人 不敢生小孩 那生小孩将来都是 愿家 债主 都是麻烦 这怎么都有 西方文化 走到最后 死路 所以我们在看到 这个西方的老人 老人都寂寞 孤单 小孩 十六岁 在美国 成年了 他到什么地方去 父母 没有权利干训 有时候 也许 一生 不再见面了 过年 生日 给你寄一个卡片 父母收到之后 心里非常欢喜 这个小孩 还没有把我忘掉 情意 没有了 不要说孝道了 他哪里懂孝道 朋友之间 恩德 情意 都没有 功利的社会 发展到基础 是这么一个现象 人在这个世界 变成什么 变成机器 人的价值是什么 价值是金钱 你说这还得了吗 这个世界 悲惨的世界 无怪乎英国 汤恩比博斯 说过 完旧 二十一世纪的艰难 解决当前的一切疑难杂症 只有中国孔孔学说 与大书佛法 英国人讲的 这个是真正有智慧 有眼光 有间谍 空孔孔学说 好 大书佛法 好 一教修行的人 太少了 唯有 一教修行 才能救自己 才能够拯救 你的家庭 儒家东西 我们最近 学院 把地质规 翻成英语 印成小车子 也曾经 把这个小车子 介绍给 当地的人民 他们看到之后 反应非常好 都很赞叹 感到做人 应该是这样的 由此可知 我们能够肯定 人心 人心本上 佛法里面讲的 一切众生 皆有佛心 佛心是本上的 没有人 没有人教我 没有人讲 没有人提起 只要一提起 你看看 回应 我们就见到了 回应是正面的 不是负面的 是赞成的 不是反对的 从这些地方 加强了 我们的信心 弘扬 入佛的大道 是有前途 是有拥护的 是有拥护的 有赞成的 绝对不孤立了 祝福菩萨 越海淫音 我们听不到 我们没有办法 接触 这个经上讲 若雷震 我们相信 经上讲的不错 多了华言 渐渐 渐渐的 开窍了 渐渐了解 四世真相 祝福菩萨 的运海淫音 在哪里 我们六根 所接触的境界 无疑不适 只是我们被这个心 被烦恼 袭击 忍无了 障碍了 虽然解除 他麻木不忍 真的是 视耳不近 听耳不闻 严静 耳听 心里头不开窍 不知不觉 依然是迷惑颠倒 学佛休闲 除障碍 断烦恼 这是当前 第一门 功苦 烦恼稀奇不断 我们的六根 就不管用 不灵了 烦恼稀奇要是消除了 我们六根 就管用了 尽是文身 你就能看到 诸佛菩萨的形象 你就能 觉察到 诸佛菩萨 对我们的教会 一切众生 西条佛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一切众生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常讲 佛菩萨的加持 佛菩萨的保佑 无始无可 而不在 真的加持 圆满的加持 满分的保佑 你自己不能 你自己不能 觉察 你自己不能 回头 你自己不能 改过 不能自信 你要造物业 你要变现 散途苦报 让自己 消除 所造的 一场 佛菩萨 都看在眼里 什么时候 大车大雾 你才能够 觉察到 祝福菩萨 对我们的 慈悲 爱护 无始皆来 从来没有 见断过 这个时候 才真正 是 知恩保佑 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做到报恩 原因是不知恩 他对我 有什么 恩的了 特别是 逆境 我 不起怨恨心 就很了不起了 怎么能 升起 报恩心 真正 真正 明白了 才会 升 报恩心 精干 精干 经商 诸位看到 人入仙人 被歌力王 给接身体 这个故事 详细的 在大涅槃经里面 忍入仙人 是释迦牟尼佛的 前身 没有成佛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修 忍入不乐 遇到 这个 歌力王 歌力是反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就是 暴君 把这个修行人杀掉了 杀的手段 很残酷 灵痴 出死 不是一刀 把你杀掉了 把你身上的肉 一片一片割下来 这样叫你死 这个修行人 这个修行人 没有一点 成佛性 忍入波罗蜜 圆满了 所以菩萨不但没有 怨恨心 他还要报恩 无缘无故 没有过时 被人家这样杀害 我们想不怨恨就了不起了 还要感恩 感什么恩 通过这个境界 才知道自己 忍如功夫到家了 没有这个境界 怎么知道忍如功夫到家呢 所以菩萨 不但是没有怨恨 凡而生起 报恩心 当时发愈 我成佛之后 一定低个了顿 释迦牟尼佛 实现成佛 第一个得度的 乔诚如尊者 乔诚如 全身 就是各有 知恩报恩 所以那个知恩重要 难啊 报恩不难啊 人与人都有恩啊 只有菩萨晓得 觉悟的人晓得 我离开台湾 到新加坡 写了六句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一切 给我为难的人 给我挫折的 打击我的 都是我的恩人 都是我的恩人 我在这个里面反省 是不是真的有故事 真有故事 改过自信 没有故事 消除业障 所以 逆境 乌语 是消业障的 大好因缘 否则的话 无量借来 业障 怎么能够消得掉 那些都是善知识 帮我消业障 瞬今 善愿 帮助我 长智慧 所以 我才说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不是帮助我 振党佛会 就是帮助我 消除业障 那你们要问我 法师 你从哪里学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从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里头 学来的 善财童子 能够一生 圆成佛道 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他觉悟了 一切众生 都是好人 世界 世界没有我人 他的卧作 顶多可以说 一时迷惑 肯定 人之初 心本善 肯定 佛法所说的 一切众生 坚有佛心 都是佛 都是菩萨 都是好人 我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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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一切众生 在这一切众生 我会认识 是